宜蘭地檢署它從一開始從起訴 它全部就是從駕駛上車開始 然後到追究說整個超速的過程 它是說是ATP關閉之後駕駛超速 造成翻車完全沒有討論到這台車出車前的所有狀況 所以把所有的責任規則到從駕駛 可憐的駕駛從上車之後就開始 它從上車之後基本上它就已經變成台鐵的第十軌 這就是我們今天開記者會最大的重點所在 中間還不能有人上廁所 不能有人在門那邊穿梭 車輛不能按喇叭 因為都會影響到MRR力 所以它剩下3.9磅 好 普雅馬列車MRR力低於5磅 停留任機動作直接剎車 所以彎道不用140 80 只要你在彎道極速剎車都會翻車 這個才是真正的原因 在Google上面那個是台鐵做過手腳的行車記錄器 因為它不想給你看到時間 因為你有時間你就可以算出它的速度 所以它在Google上你看到普雅馬的行車記錄器 是他們做過手腳假訊息 那那次事故大家都知道 我的家族有八個人遺難 到現在呢是有三個人 是屬於重灘的 那麼這件事情呢 給我們帶來的傷害是 人生 我想 永遠應該都是忘不掉的 然後 這種企鞋式列車 然後把它放到 多彎道的 這個 這個 移花東路線上去跑 然後讓它發生危險 這個東西已經石正下來了 為什麼 普雅馬發生一次 之後 台鐵說 要做大改革 100多項 然後沒有三個月 告訴我們 他們完成了90幾項 但是呢 隔了沒多久 來了一個更嚴重的太魯格事故 再再的發生喔 也就是表現出 台鐵沒有改革的決心啊 完全沒有改革的決心 在我的感覺裡面 台鐵是一個無法可管的單位 為什麼呢 因為 連司法都可以護航 都能夠配合它演出 所以 台鐵是一個無法可管的單位 調查單位呢 做了一個假報告 法院呢 沿用了這個假的調查報告呢 將一個人 來定罪 可是 要將一個人定罪 是多麼嚴重的事情 豈可如此草率 那光是這一次的判決 真的是比前幾次的事故當中 讓我覺得 我對台灣司法 真的沒有信心 財政總統一直覺得說 司法改革是他在任的重要議題 可是現在完全是看不到的 完全是看不到的 還有 我認為說 之前普雅馬在市營運的時候 他們是運轉了14次 可是4次 有關閉請協功能 那6次呢 是沒記錄的 3次呢 是 不可用 只有一次能正常的 驗收通過 那我想要問 問題那麼多的車子 為什麼台鐵可以幫任他在軌道上面跑 這不是拿著人命在斧在試 不然是什麼 那麼多的車子 是沒有記錄的 是有關的 有關的 是有關的 是有關的 有關的 是有關的